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否认香港医疗质素下降 但就承认某程度上临床监管出了问题 与高级医生经常要做行政工作开会无关 所以这个就不是行政工作 杨永强说医管局现在的目标是 就算要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医生 都能有七成的时间 摆下同病人体病毒 针对连串医疗事故 医院管理局做了的改善功夫 包括和所有公立医院部门主管会面 请了外国专家商讨改善临床监察 加强培训初级医生和护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